业务 产业别 那产品的话其实就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改个C吧 改个C 然后查的话是改 改到第五栏 其他都一样 所以你做完之后呢 当然你可以直接去执行他 那他的结果当然也是一样 他跑完之后 这个是桌上型电脑 全部都桌上型电脑 就是 笔记型电脑 OK 所以这个是产品 那客户名称 其实就稍微麻烦一点点 因为他里面的 这个笔数比较多 好像一百五十几 那所以做法上也是一样 只是说 但第1个 把刚刚的那个 清单的栏位 把C 改成D 然后呢要查询的这个栏 因为他在L 所以 本来是在第五 把它改成这个L 应该是第12 所以做法上面的话基本上就是 也许就是把刚刚的程式这一段 批式筛选产品 一样复制 然后贴到底下 贴上之后的话 这边改成客户名称 批式筛选客户名称 我用这边的名称 用这个 然后这边把它 改成叫批式筛选客户名称 那这边改成什么呢 因为 记得 它是这个是清单里面的 D栏 所以这边改成D 这边改 成D OK 然后呢 那这边的话指的是 7 这个 这个 主表单的问题 05里面的 所以 后面这个Field 这个Field 应该是指的是 L栏 所以这个应该是10 这边改成12 OK 但是这个执行起来可能会时间比较久 因为 他这个清单里面 有150几个 所以基本上 我们跑跑跑看好了 不过因为画面更新关掉 大概会 跑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他现在正在动 OK 可是 这个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 正在更新 虽然很快就跑完了 可是 其实他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当然如果你画面上没有一些 让使用者知道到底跑到哪里的这个状态 可能 会 比较 不恰当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能够让那个画面有一点点 更新的感觉的话 也许 这边 可以在城市里面 加上一个东西 加上一个 状态列 也许 我这边后面有一个说明 一个那个 云南白板里面有一个 在这个地方 放一个什么 这个叫做 Application的那个Status Bar 状态列 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更新 那更新让使用者知道说 现在 跑的 笔数 总笔数是多少 那跑到第几笔 至少让使用者知道 这个这个状态 这个东西 什么 里面 假设我今天 要在这里面加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里面的 这一段 ApplicationStatus Bar 这个 目前进度 冒号 总共的笔数 进行的笔数 放在哪里 放在4的下面 不过 这边可能需要改 改什么 就是 把原来的那个 这个东西 追踪到最下面 这个部分 把它改成一个 那我改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主要是 这一个 到这个 这个东西 因为 这个是指的是什么 追踪到最下面 清单的最下面那个 那个是哪一列 也就是说这个清单里面 优标放第2 Ctrl向下 他会告诉你是156 那这个东西 我需要这个数字 那 我需要这个数字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在上面先建一个变数 叫r 这个r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我现在的总比数是多少 所以把这个先拉到这边来 然后呢 后面的 to的话就改成r就可以了 先放这边 这个丢给他 总比数 156 那2到156 OK 那我需要更新那上面的画面的东西 那我就直接在 for的刚开始 好了 去更新一下那个叫application 那那个状态列 其实 因为呢 底下这个状态列 也是归那个application管的 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application管很大 他其实 所以里面最大的 就是application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指的其实就是谁 就是那个 Excel本身 所以里面有一个 但如果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我前面讲过 按F1 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application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 他跳很多了 所以你可以 找到那个application 物件 application不是属性 是物件 所以你找那个application 物件 在里面都跳 或者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把那个 名称 这边有个application的名称 复制一下 把这个问号 贴上去 把那个application 这个物件名称按搜寻 这样也可以 里面的话 会跳出application物件在这里 前面有讲过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相关的那个 成员属性 或者成员方法 在这里面都有相关的 不是这个 application相关的 或者你点其中一个再点进去 application 等等的这个application物件 在底下应该有application的成员 物件成员 那比较常用的啦 其实像我前面有提过就是像什么 on time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时间到自动做什么事情 application on time OK 其他的话 我想有兴趣的同学自己稍微看一下 其中有一个属性叫 点 他的状态列叫status bar 所以你大概也不用背了 你就打一个st吧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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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 撞带列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那status bar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 我的 这个ecell下方这个空白处 那我要显示什么 我要至少让使用者知道说 现在跑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下面 那后面就是给他一个文字说明 那也许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那个 比如说什么总比数多少 比如说 比如说总比数 冒号 总比数是多少 就是and 创接一个什么 r就是 我们刚刚有建立一个r嘛 这个r 可是r要扣掉那个栏位 就是上面有个栏位名称 减1 那 空一格and 目前进度 目前进度 所以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目前 也许再一个冒号 那目前进度的话 串接一下 那目前进度由谁决定呢 其实是由i决定 有没有 所以我们目前进度呢 空一格那就i 那i是从第2开始 所以记得怎样 减1呀 因为他从2开始 那实际上第2其实 指的是那个 指的第2应该是指的是第1笔啦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把它解一下 其实我就简单的叙述啦 反正 这个status bar 后面呢 就是 加上总比数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字串 所以串接用串接符号 前后一定要加空白 r-1指的是 总共比数嘛 因为要扣掉那个第1个标题 不算 所以-1 目前的进度 i 减1 ok好 减1的因为i从2开始 所以减1 ok 那所以基本上我刚刚只有改了几个地方 这个东西 这个 有没有 把原来这一行 本来这一行在下面 然后放在上面之后丢个r 那为什么要丢给他 因为底下我需要用到这样的 不然你到时候你这个这么一串你再放在这里 哇那很长一串 干脆就是用一个r来代替这样比较简单 ok好 那利用status bar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在下方显示一些东西的话 记得用status bar就可以了 ok 然后来demo一下给各位看 最后当然 比较完整的话也许就是在这边 再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按钮 按钮就是 批字筛选那个客户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 批字筛选客户名称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 这个 再贴上 OK 那试一下 基本上 按一下他 看看有没有那个效果 不正确的 属性用法 status bar 有等于 看一下 这个 少个等号 ok 好 好 这里少个等号 OK 加一个等号 OK好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 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经常性使用的时候 所以难免 会有一些 就是使用上面的状况 那怎么办 有时候 难免 那就是 还是需要参考 即便说 经常写 所以我有很多的范本 假如说突然出现状况 看一下 原来是这样 所以刚刚同学 非常认真 马上知道我少打一个等号 那表示回去 应该都有在认真 有在看 有在 OK 这种小细节 因为程式这种东西 你说要 把它全部背起来 那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还是需要一个范本 刚刚我们其实是从范本里面改的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 这个等号加上去 把它执行过 给把它停止 再跑一次 OK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 本来没有 没有那个 讯息的 可能要等个十秒钟 他才告诉你 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至少他底下会有什么 总比数 冒号 150 目前进度呢 冒号 就是全部了 所以你点下去 但是好像还有一个缺点 好像正黏在一起不好看 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就是把刚刚这个按钮 或者visual basic 我按右键 可以指定这个聚集 这边有个编辑 它会跳到我们刚刚的程式 那你可以在目前进度这边 按两个空白好了 我让它空一下 然后 跑起来的话 再试一下 那这个时候 有没有 这中间就有空白了 如果空白不够 你再多加几个空白吧 好那这样的话呢 感觉起来 至少 会比那个完全 无声无息来的好 但是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要知道说 看右下角 对不对 如果我不知道看右下角 好像也不知道 所以 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还是有 等下再说明 后来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 也许你可以怎么 增加一个类似像这个东西 往下找 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状态链 就跟那个很多小软体一样 预设是百分之一百 那当它刚开始是没有 当它一直跑 155 这个 这个就是155 他跑每更新一个 就每更新一直跑 不过 这等下再来看好了 这个后面会教各位 怎么做那个 状态链 那这个感觉就更专业了 不过难度当然也会相 相对的比较高一些些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分别把那个清单里面的这些筛选 做成批次的 所以将来你按一下它 它就有这个 这个状态出现 那因为基本上 我现在只有把这个状态加在这里 所以 你如果在 客户部分是有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筛选业务的话 你会发现 他没有更新 筛选业务 那怎么办 变成 你可能刚刚这段程式 筛选客户这一段 你如果要让其他地方也有 这个效果的话 你还是怎么样 必须去 更改 筛选 业务的这一段 要再加一个stated bar 那总共呢如果我们有四段程式 那你就要怎么样 更新四段程式 其实 这样感觉 也不是很好 所以后面我有提到一个观念 不过这个观念可能对各位来说是有点比较难一些些 就是所谓的什么 共用程序 什么叫共用程序 就是以后 我们有四清单里面有四个 类似的功能 类似的功能 但是我们程式 只有 两个地方不一样 怎么办 我可以借由后面 传递两个参数 去变更这两个 两个东西 但是我们其实基本上其他的东西都一样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如果以后要更新的话 我如果更新像这个 Stated bar 那我更新它就好了 其他就不用更新 不过这个部分可能有点难度 来画面先黄给各位一下 好 好 谢谢观看